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题演讲启动 其实伟大的城市最重要它需要有深厚的文化来支撑 而一个成功的文化活动它可以打造城市的名片 同时让这座城市出现在世界的形势力上面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初衷跟发想 从去年开始我跟蔡局长我们不断地讨论 以及我们相关局处同仁其次广益 当我们也借近在美国澳洲 他们活动的经验我们做规划 所以我们很希望借由台北我们本身的优势跟条件 包括我们有像北流非常令人惊艳的 这种文化音乐展演空间 场馆 以及我们有地方密度非常高的Life House音乐的空间 同时最重要在台北我们汇聚了让世界惊艳 音乐文化的人才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要在这样的基础 我们打造台北重新站上 亚洲国际潮流文化的高峰 我们也要让台北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首都 希望让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 跟产业之间可以深度地交流 同时邀请国外的音乐节策展人跟节目买家 来到台湾进行台湾跟亚洲的交流 这样还不够 我们必须把粉丝经济结合进来 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叫做台北 Music Expo 也就是今年的九月的第一周 九月的七号八号 在这个地方各位所在的场域里面的二楼 我们的文化馆的这个特展厅 我们会邀请台湾的音乐节 台湾的唱片公司 台湾的音乐节代表 一起到台北来进行深度的交流 那另外一个就叫Life Performance 为什么 因为有前面有产业的上中下游 我们一定要有后端就是演出的部分 所以在这里边各位可以看到一下 我们会邀请呢 国内二十二大的售票音乐节 国内四十六家唱片 及经济公司的品牌 一起加入来我们这里策展 这是一个难得的展览 我们希望由各个公司 他自己来做互相的交流 其实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常常到海外去 可是台湾的唱片公司 经济公司跟台湾的音乐节 基本上直接的交流是比较少的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平台 让他们可以在这里能够做深度的交流 朝台北活动将于9月2号至8号隆重举办 吸引众多国内外知名音乐人共享盛举 包括魏如云 郑宜农 康斯坦的变化球 冰球乐团及理想混蛋等 台湾知名音乐人 还有来自泰国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越南 新加坡 菲律宾等 超过50柱音乐人演出 打造距国际视野的音乐盛会 台北要做一个音乐节 全台湾很多的音乐节 我们跟市长汇报的时候 市长一直告诉我们说 不要做跟别人很像的音乐节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节 是什么音乐节呢 我们希望台北是一个平台 能够把全台湾的音乐节的优点 学习过来 但这个平台必须要向世界去伸出去 所以我们将来的平台会走的 会是一个以亚洲的音乐节的综合平台 做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也就是说外国的买家 外国的音乐的投资者 只要来台北看我们的超台北 他就可以看到全亚洲的重要的乐团 跟重要的嘉年华 音乐嘉年华在我们台北 这是我们的目标 今年只是一个开始 明年我们会把它做得更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产业的论坛的对话 我们透过这一次的协作 我们把Content Asia 全亚洲最棒的内容平台的大会 拉到台北来了 然后我们有Digi Asia 各位会看到最酷的广告 广告的平台 就是它 因为这些都是跟流行音乐 跟流行产业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通通请到了台北 再加上我们北流 加上宝藏岩北裔 原来我们就配合这个活动 开始规划了很多国际艺术的活动 这就是很像呢 在台湾 各位会看到 6号到8号 2号到8号 这一个礼拜 6号到8号这三天 我们不只是音乐表演 我们会看到很多产业界的 国际界的人士进到台北来 跟台北的产业界对话 然后更重要一点是 会看到很多国际的 创意的艺术界的朋友 进到台北来 为什么呢 因为艺术跟流行文化 基本上是可以对话的 所以我会希望他们看到 台北的流行产业的实力 台北流行产业 吸收这些国际艺术的 表演界的人才进来 我们共组一个论坛的平台 好 再下来 就是我们活动的第三个 也很跟很多地方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未来我们看到的地图 我们将来会用 电子板跟纸本呢 纸本把它呈现出来 我们希望很多人手上 都可以有一张这个地图 循着这个地图 9月2号到8号 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参加我们的活动 这里面最特别的是 我们要特别谢谢 徐理萍理事长 还有同志委副理事长 因为他们的协助 我们第一次 把台北的音乐展演 民间音乐展演的空间 就我们所谓的Life House 结合起来 我们这次有20家 左右的音乐Life House 在那个期间呢 会进到我们的 全体台北里面 也就是说 各位不只是在 北流看到音乐表演 不只是在 白岸森林公园看到 音乐表演 也会在台北的很多家 跟我们响应的Life House里面呢 会看到全体台北的表演 活动以充电及放电 为两大核心概念 结合演成会经济 产业论坛及城市行动等 以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为主场地 串联台北在地音乐空间 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强化不同潮流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斗 家长们想知道的是真相 一位师傅团队的失职 让加害人持续的恶行 憾事重复的一个发生 狼爪延伸到20多名的一个孩童 相关的责任难此其咎 孩子留下无法抹灭的伤痕 身为父母的我们 也永远带着歉意自责 及愧疚的心情面对孩子 立新基金会执行长王月豪 余代哽咽的为受害家长 发表声明 台北市信义区某幼儿园 受害人数暴震一案 引发社会关注 立法委宁悦请与吴佩一 共同召开记者会 除了公布事件时间序 厘清案情说明真相外 也提出修法方向 包括修改不当对待认定委员会 中的委员比例 性评委员会应该从国小放宽到幼儿园 达到全力性评 另外更要防堵不肖业者 届时还魂 儿少福利代表只有两个人 如果有一个没有来的话 就只有剩我一个人去为儿童权益投票 如果这边律师跟家长代表也算的话 在这边2加2也才4 怎么去横比这13个人 怎么投票我们都不会投赢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期待是 第一个就是认定委员会 一定要希望台北市把它能够处理好来 因为孩子事实上是自若无能 他没有办法去把它表达清楚 所以各占一半才是合理 两边的权益先照顾 还有一旦调查到公佑的时候 我认为主管机关可能这个比例 可能要更低一点 才能够真正的去考虑到儿少权益 今天111年的12月 12月又有一个B案进去 可是一样的 那当然他是告诉原方 结果原方也是没有处理 所以不只是认定委员会 还有我们就届私还魂的幼儿园 是不是我觉得市府也要一并来做处置 立法委员吴佩议则提出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三大缺失 要求已经承诺启动行政调查的 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定要调查清楚 还给受害家长与幼童公道 案发至今 我们也不希望再次更多的 口水之间的互相的推脱 这一个到底是政府 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案件 在司法调查当中 绝对通通都有会议记录可查 也有相关的通联记录 我们希望 既然现在蒋万安市长说 他要启动2022年第一案通报之后 没有调查的重启调查了 所有的资讯公文 都应该要确实的来提供 我们也希望监察院 要向台北市政府来索取相干的资讯 因为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我们在2022年到2023年之间 市政府有依法依权责 来进行停职的话 我们真的可以阻止更多的遗憾 针对俄绍权法第69条 导致媒体无法报导相关事件的部分 李月勤则认为 应该修法定定接避行报导原则 让第四权能协助社会打众 发挥市警效果 台北市只有这个案子吗 事实上前面也有一个案子 也是因为媒体不能报导 才又引发到后边 老师离开之后 又去另外一个幼儿 有不当对待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应该要突破 也就是只要揭闭型的 符合公共利益的 应该 家外的应该 事实上是比照国外 提供学校名称 因为学校名称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小孩 至少学校名称要露出 让人家第一时间可以 我至少我知道 我今天是念这个幼儿园的家长 我马上很警觉的问我小孩 问了之后 有异样 我可能就会停止 甚至后边 不会有持续孩子送进去 所以这也是 未来我们修法的方向 林月勤与吴佩毅强调 两人接下来将 汇集民间团体的意见 一起推动修法 将这起事件中的相关漏洞 有效填补改善 避免让人痛心的事件 已再上演 台北市府连带我 家长说真相 家长说真相 修法补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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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张其滩 台北报道 儿童发展关键期为0到6岁 三岁前更是重要的发展黄金期 因此台北市卫生局 结合社会局教育局及医疗院所 共同建制儿童健康服务网络 提供整合一站式服务 筛检结果若有异常 便能及早介入早期疗愈 把握成长黄金期 其实0到6岁是小朋友的一个发展关键期 那台北市政府 卫生局 为了守护儿童的健康 我们结合了社会局 教育局 那共同建制的一个 儿童照护的一个网络 那我们会有专业的医师 进入幼儿园 还有社区提供 学龄前儿童的整合性照顾服务 那也结合我们的医疗院所 在医院内办理儿童一站式的一个筛检 那筛检结果如果有异常的话 我们会及早进行转介跟治疗 那卫生局在此呼吁家长跟照顾者 要依照儿童健康手册上面的时程 带小朋友去进行相关的儿童预防保健服务 来掌握儿童的一个健康 马街儿童医院医师陈慧如表示 国健署自113年7月1日起 新增六次儿童发展筛检服务方案 透过医师专业评估粗大动作 精细动作 认知语言 社会发展等四大面向 完整评估儿童发展情形 我们建议家长 就是在居家的时候呢 使用这个儿童健康手册 或者是台北市学前儿童发展的检核表 然后在居家做这个发展的一个检测 那到了健儿门诊的时候呢 医师会再依据这个新的 国民健康署的这个发展筛检量表 然后在门诊实际帮孩子做筛检的施测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会有两个关卡的一个 那个发展筛检的一个把关 那如果说这个发展筛检量表 在门诊施测有问题的时候呢 那就会建议进入到这个 我们的杂料中心的联品的一个流程 所以这个是现在一个新制度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地方 这个量表同时呢 有包含了四个面向 就是包括出道动作 精细动作 语言认识跟社会发展 所以呢 其实在完整的一个面向的筛检 相信一定是可以给孩子最完整的一个 照顾的一个部分 其实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整个教具上 都是比较是游戏化的一个流程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玩具 其实都是跟孩子的互动 譬如说积木的部分 我们就会看孩子怎么去抓取这个积木 他是这样子抓 还是用掌心抓 那只有这样一个互动过程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孩子的 这个精细动作的一个发展 此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图卡的部分 那总共设计有九张的图卡 那这个图卡的部分呢 就是在现场 科医师跟孩子互动 然后让孩子去回答这样的图卡内容 那其实 其实通过这个图卡内容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表达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 孩子其实居家的一些内心的背景是什么 像比如说 我们最近有遇到一个孩子说 这个门黑黑的 走出去 好像外面有怪兽 他会觉得他要出去打怪兽 那可是这样的回答 其实听起来很可爱 可是我们反而会觉得说 这个孩子是不是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的问题 结果一查 其实孩子常常在家里是被父母打的 所以其实用这样的图卡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评估 不只孩子的发展能力 还有一些的这个家庭功能的部分 卫生局呼吁 若家中孩童一次跟不上发展进度 需尽快带孩子到北市18家 早疗评估中心或医院进行评估鉴定 台北市还有92家早期疗愈医师机构 可究竟提供疗愈服务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80多岁的陈德阿公 独自租屋在老旧三合院 做了一辈子的工 如今无法工作 还有严重气喘 因物价飞涨十多年没涨的房租 年初一口气涨了25% 从4000变5000 让他的生活更加窘迫 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 邀请歌仔系小生陈雅兰 担任公益代言人 呼吁民众踊跃认捐 帮助全台弱势家庭 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我觉得社会责任 我们必须要尽的 并不是说很自私化的 因为其实是发自于内心 我觉得说 其实我们能够过上好日子 就要思考我们的以前 虽然我们以前也不是说 可以这么的风光亮丽 但也是经过一段前期 必须爬上坡的日子 所以我们很懂得说 知福惜福 那用这个感恩的心来代言 尤其刚刚看到那个阿公 就是刚刚看的那个影片 其实有点热泪盈眶 只是因为不好意思说 真的表现出来 因为我觉得真的在 台湾虽然看起来很富裕 然后现在最近景气又非常的好 可是你没有看到的角落 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就像刚刚的影片阿公一样 他几乎是住在一个 没有人关心的地方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1919的知悟行 可以把他们找出来 那个感觉就很感动 然后帮他修缮啊 还有提供食物给他 就像我刚刚之前说的 民以食为天 能够让他三餐温饱 这第一要件 第二要件是有人在关心他们 他就不会放弃自己 我觉得就是 让他有那个动力 可以活下去走下去 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我相信我们只要 用心的去看社会每个角落 社会就会充满温暖 大家都希望台湾更好 所以每个身为台湾人 我们都去关心他 我们台湾会更好 根据1919食物银行 2023年年度报告 在近6000户受住户的 平均每月支出类别中 火食费占36.65% 水电瓦斯费占6.74% 居住占15.38% 总共三项基本支出 占每月总支出约六成 显示受住户有限所得 多花在基本生活上 一旦物价上涨 生活自然雪上加霜 在我们所支持的这些 食物银行的个案当中 大概有73%的人 其实他们是所谓的 社福的边缘户 其实在台湾社福福利 如果能够申请到 中地收入户 其实算是不错的 但是呢 就许多的人 因为各种原因 他们申请不到这个社会救助 那我们食物银行的个案呢 大概有73%的人 其实就是这些边缘户 他们拿不到任何政府的补助 那现在有1995年来帮助他们 在这些的受我们帮助的人当中呢 大概有75%的人是失能的 或者是独居的 如果没有人帮助 他们的日子真的是还不下去了 那在我们帮助的人这些人当中呢 他们的情况的工作的情况呢 你会看到大概有65岁以上 失能的大概就占了46.92% 或者已经退休的就占了26% 那这两个部分加起来 加总的就知道这些人 他们对食物的需求 或者生活上需要人帮助的那个状况呢 其实是非常的严重 基督教救助协会呼吁民众 踊跃认捐每套300元的1919救助套餐 希望今年至少募集6万套 资助全台5200户以上的弱势家庭 让许多像成的阿公这样失能又独居的长者 能幸福开饭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 专案小组冲进诈骗集团根据地进行攻坚 这个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媒体投放投资广告 吸引被害人点击连接加入赖对话群组 再以投资为由要求被害民众注册假投资网站进行入金 初步估计共有114人受骗 损失金额超过千万元 那诈骗集团先与社群媒体投放可赚钱的被动收入的广告 吸引被害人点击广告连接 那要求整个一个加入犯贤的line投资群组 再以投资为由被害人注册假投资网站 并以新台币1万元左右小入金以降低被害人的警截 等被害人预提领法律时再以话数告知被害人 因为参与网站的活动操作错误缴税 以及增加法律等各式的理由 又使被害人再投入更多的金钱 那本案总计有清查被害人111名 那假投资网站网址有78个 财损金额达到新台币1千1万元 刑事局深入追查发现 有系统整合商竟然为虎做仓 招募工程师提供诈骗集团 客制化一条龙系统整合服务 从前端的网页设计到后端的网站开发 云端伺服器设定 资料库建置 网预名称注册 网站客服及手机简讯验证等 通通一手包办 这一次查获的诈骑系统整合商 他提供一条龙式的资讯服务 招募工程师替不同炸击提款 客制化开发假投资网站 提供云端伺服器架设 后端网站开发 以及前端网页设计 资料部建置 网预名称注册 网站客服 手机简讯验证等 全方位网站服务 刑事局一举逮捕系统整合商 及诈骗集团成员共15名 并依诈骑罪嫌将全案移送高雄地检署偵办 刑事局提醒诈骗集团 往往利用人心弱点 以放长线吊大雨的方式 利用被害民众 呼吁民众 如果看到不合常理的高报酬投资广告 及意义不明的因素组合网址 一定要小心 如果有疑问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向警方求助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长蒋万安與艺人台志源合体演出烟害仿制小短剧 共同宣传烟品不仅危害健康 更对职场人际关系家庭有很大的影响 影片宣传邀请市民朋友化巨烟为行动 台志源也担任巨烟大使分享戒烟心得 其实戒烟这件事情它是一个观念 它其实不是意志力 你的观念改变了 你就会戒烟成功 所以戒烟这件事情 不是慢慢来 而是立刻做 也就是说 什么叫做戒烟呢 就是现在就不抽 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 讲到我自己本身的戒烟 我自己本身 我是27岁戒烟的 可是我是13岁就开始抽烟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同侪之间的影响 所以这个同侪 我不能说我的朋友不好 其实是我害了他们 因为很多我的朋友到现在还抽烟 他们还在对我有所怨对 因为是我教他们抽的 但是我却有一天 在27岁的时候 我有一天 那时候很流行 一个烟是黑色的烟 我不想讲它的名字 那个时候那个烟很贵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那条烟可能要2000块钱 大家去查可能知道 是叫低开头的一个烟 然后呢 有人送了我两条烟 然后我拿那个烟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个烟这么贵 我要不要继续抽呢 然后有一天 我就在想 如果我再继续抽的话 我会怎么样呢 然后我看了一本书 那本书说 如果你学佛法的人 你在学佛的人 如果你抽烟 可能 他是说可能 会影响你将来往生的路径 他可能会让你前面一片迷茫 我的心里就觉得很迷茫 就是我今天是学佛的人 然后 我今天如果是不能往生的 我就学个屁了 所以 我当下就觉得 我可不可以戒烟呢 那我自己想了两个问题 第一 我吃饭以后怎么办 第二 我大便的时候怎么办 后来我发觉 这都不是问题 因为我还是要吃饭 我还是要拉屎 所以戒烟跟这两个东西 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当下 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好兄弟们 我跟他们讲说 我要解决了 我要解决 他们都是我的神经病 2点钟你打来干什么 我真正的跟他们讲 但是这是一个 I think promise is promise 所以你要 always keep your words 就是你要一直 信守你自己的怒言 我当我跟我所有的朋友 讲完以后 我再也没有抽过烟 近年出现的电子烟加热烟 也含有尼古丁及有害为例等 对人体产生危害 烟害防治新法已经全面禁止 并且为维护额少免于加热烟的诱惑 台北市实施优于全国的防治额少烟害政策 规范高中职以下学校周边50公尺内 全面禁止贩卖供应或展示加热烟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包括第一 我们率全国之先 第一个订定 我们台北市新兴烟平管理自治条例 在去年3月正式上路 那我们对于现在很多新兴烟品 不管以前有纸烟水烟 雪茄等等 现在有电子烟加热烟 在中央烟害防治法修法之后 我们是全面禁止电子烟 严格纳管加热烟 但台北市我们去年3月上路的自治条例 我们对于高中职以下学校50公尺内 我们是禁止贩卖供应广告或展示任何这些新兴烟平 我们认为台北市我们要做一个指标性拒绝文言环境的模范城市 我们很高兴今天听到 事实上台北市政府过去 也已经很努力的 在从法条上 从管销上去做很多选择 我想对台北市 可能不止台北市 整个台湾 我们全国的任务 都为年来受费 所以我们要从各个管道来延进这些延安 从台湾没有烟害防治这个概念 到孙岳孙叔叔打出的第一炮 人人有权聚效的手烟 一直到现在 历经了40多年的时间 从我们的父子辈大家都吸烟 到现在大体上 我们有很完整的烟害教育 尤其我们首三十都台北市 还有比我们的母法烟害防治法 更先进的高中子以下 校园周边50公尺内 是不得贩售新兴烟品 不能广告制造输入贩卖 就是行销新兴烟品 尤其可能即将开放的加热烟 这都是尽可能的走在法律的前面 为我们的年轻世代多一层的保护 那世界卫生组织 在2021年 他的白皮书里头 他就强调 烟草公司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让我们的下一代 年轻一代 对尼古丁继续成因 而新兴烟品是烟草公司的主要捷径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里头 开宗命令所讲的部分 所以呢烟草公司呢 他运用 那这一次呢 我们的台北市的一个影片里头 我们看到我们对大专校院的大学生 我们对年轻的就是社会新鲜人 我们对上班族 我们还有对就是年轻的新手爸妈 就是做了一些直接的教育宣导 而这些35岁以前的年轻人 就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所讲的 新型烟品的主要 他也主要的一个对象 所以台北市又是走在全世界的一个前端 又是再对一个年轻世代 做一些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宣导 台北市目前有266家合约戒烟医事机构 及12区健康服务中心 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与卫教 帮助市民成功戒烟 欢迎有需求的民众多加利用 记者汪郡俊 台北不到 蒙甲生活季今年以传统杂货店为主题 展出复古市集 杂货和古卓等 展览从复古的夹子袋出发 认识万华仅存的传统杂货店创业故事 带领民众一探万华在地人的采买路线 民众可以挑选喜欢的商品 放弃专属的购物袋中 回味过往逛杂货店 东挑西选的雀跃心情 其实我们办这个活动的意思是希望 把幻华过去好的杂货店 好的回忆把它找回来 那过去我们团队呢 办的蒙甲生活去办的 今年是第三届 第一届是那个清朝 那我们跟清朝做结果 让大家回忆到以前清朝 那个草料的时光 那还有再过来是甜点和咖啡 那我们的幻华的甜点和咖啡是非常迷人的 所以我们可以带了很多的这个店家进来 那最主要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让很多人回到50年前 知道邦甲的 这次展览主题 楼山文创基地访问了 人在营业的万华杂货店 以及绿色乖乖发原地等 希望透过活动带动文创基地人潮 也鼓励文创品牌与进驻店家们向外行销 各位看到今天的活动非常热闹 而且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 这个整个走访的万华 很多的老的城区里面的 老的这个杂货店 宗教不但是万华的信仰的依据 而且也是长久以来 这边的文化整个的地景繁荣的地标 所以我们说它是不只是有形的资产 它也是无形的资产 所以将来如果文化局 因为有形的资产是民政局 但是无形的资产是只有文化局 所以以后呢这两位 两位如果需要文化局来协助的话 不要客气跟我们来联系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推整个这无形资产的 每一年都会在推这无形资产的 未来这个工作还要持续下去 绝对不是只有文化局 我觉得包括观传局 包括产发局 甚至教育局也好 各个相关的局处 我觉得都要跟着动起来 因为这是应该要 把这样的一个在地文化要传承 要去宣传就需要跨几处的一个力量 这边的整合 邁入第三年的蒙甲生活季 每年以不同主题 分享在地店家创业故事 以及在万华生活的感触 再以地图串起万华不同区域 搭配店家老板的口述故事 点亮老城区的各个角落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獨木舟是一项需要合作的运动 父母和孩子必须一同齐心滑奖 才能让獨木舟顺利前行 透过活动体验 不僅能夠增進親子感情 更能激發彼此間的團隊默契 有一個很重要的 這一個上面比較長 有塊塊嗎 對 這一條線比較長 這一條線比較長的在上面就是正面 體驗華獨木舟對於大部分新住民家庭來說 都是第一次嘗試 松山運動中心也派請專業教練指導 確保參加者在安全的前提下 享受特別的水上運動 這次參與的新住民 有來自原屬國籍委緬甸中國與印尼的家庭 大家紛紛表示非常感謝松山區公所 舉辦這麼棒的獨木舟體驗活動 不僅是一次難得的親子互動機會 更讓新住民家庭一同在這庫下中 創造許多美好的回憶 松山區公所新住民課程 記者離席會台北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河經銷商強力查清 據查獲778台非法機上河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和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河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畫面上是市府一樓大廳 市長謝國良欣賞聆聽同學們的國樂演奏 基隆東信國小國樂團7月20號 將受邀前往山東聊城市 跟當地的英特小學進行文化交流 出發前市長謝國良特別親自為同學們加油鼓勵 祝福交流行程順利圓滿 第一拍簡單 我覺得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我們給我們所有的同學們一個最熱烈的掌聲 大家是好不好 包括同學們 大家辛苦了 大家加油 然後大家也謝謝我們曾校長跟主任老師們 大家的齊心協力 把這一次的交流展演辦得非常的棒 再次的謝謝大家 OK 謝謝 很榮幸能夠到大陸的山東 去跟對岸的國小進行文化的交流 這一次主辦主要是我們國樂後援會的會長 劉毅會長還有我們家長會潘亮澄會長 還有民傳國中的國樂後援會江永國會長 一起努力去籌辦 那我們這一次呢在我們烏心昌老師的指導下 我們也會演奏很多具備台灣特色的歌曲 那我想孩子的語言是最真摯的 然後他表現出來 那笑聲也是最燦爛的 那相信我們 再加上我們音樂的音符的話 我想這是所謂的人間天堂 所以呢這一次我們也非常感謝我們的市長小愛爸爸 然後他真的非常重視小孩子這個區塊 然後也非常重視小孩子的一個各方面的發展 所以呢我們這一次的交流 我想我們市長也真的一直來鼓勵 我們也很開心 那我相信在2024年 這是我們所有東信國小 然後所有成員最美好的回憶 那這一次呢我們音樂藝術呢 跟我們對岸山東呢來進行交流 那市民呢感到非常的開心 那兩岸呢當然除了這個很多各方各面 不管在藝術層面或是語文層面 乃至於文化相關的這個領域呢 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切磋互相的交流 那讓兩岸的學子呢大家都可以彼此的認識自己 那我們就要呈現我們台灣的一些原汁原味 或者是大家耳熟能詳有特色的東西 因此我們在國樂合奏的部分 也是選擇台灣做取大的作品 叫做《風雲祭會》 那麼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 有客家 有福老 有台語 有原住民語 所以我們也有客家的彩茶歌 有福老語系的《曹美阿朗吉江》 然後還有呢原住民風味的站在高崗上 那除了我們自己演奏以外 我們希望跟對方有聯合演奏的機會 於是透過聯繫 我們就選擇了兩首代表性的傳統音樂曲子 一個呢就是大家喜慶熱鬧的叫《金蛇狂舞》 是兩校大概會有50個人的樂團來聯合演奏 另外呢代表是說兩岸交流嘛 讓小朋友能夠圓滿 於是就是花好樂圓 也是兩校合奏 東信國小表示透過比賽或是交流活動 相信都能讓團員們累積演出經驗 培養自信與成就感 也期許透過這趟交流 每位學子都能夠收穫滿滿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國中小校長親自致贈感謝状給捐贈人 這位熱心的民眾張先生 因為有感於暑假期間 學校沒有供應營養午餐 擔心學童會餓肚子 因此號召朋友 共同捐贈了160份超商儲值卡 並透過市議員鄭文廷的協助 幫助五所學校的弱勢學生 有一位民眾來我們服務處陳情 他擔心我們一些弱勢家庭的孩子們 在暑假因為沒有營養午餐 怕他們會餓肚子 所以他希望能夠給一個孩子 500元的超商儲值卡 讓他們可以去買東西來吃 他原本只預計大概只有80份左右 我們就幫他聯絡學校 學校也都非常感謝張先生的一個議局 但是因為我們後來統計的數字 就增加超過了80份 我就打電話跟張先生聯絡 我說可是有超過80份 不曉得這樣子怎麼處理會比較好 他就說因為他很多朋友知道他這麼做之後 也都紛紛來響應 所以到最後能夠發出去的總共是160份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張先生這樣的一個舉動 呼朋引伴也引起許多民眾的一個關心 那學校方面也都非常感謝張先生這樣的一個議局 然後也知道說那個鄭議員 他這邊每個月每星期五都在做愛心活動 所以今年才找鄭議員來幫忙 因為這些學校裡面的這些協同資料 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 那也唯有透過鄭議員的愛心的幫忙 整個人愛區的這些國中小提供給我 然後跟許多好朋友跟長輩 然後大家集資 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是大家集資愛心這樣 那這一次因為鄭文廷鄭律師 我覺得聽過他幾次的政見以後 我覺得他的為人處事 我都是路過 然後在那邊聽他說一些他的政策 那我覺得蠻看好他的 所以當張先生勝局的時候 我就攻槍勝局 那非常感謝我們 有這麼多的善心人士來關懷 我覺得基隆真的是關懷我們學生 然後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我非常感謝我們這樣的校友 非常充滿愛心 然後事業有成來回饋給母校的這些 需要幫助的孩子們 讓他們都能夠得到一些溫暖跟溫馨 這是我們社會的一個善舉 也值得鼓勵跟發揚 我想學生心裡會得到一些溫暖以及幫助 我相信在他們心裡有一個善的種子 希望他們長大以後可以回饋社會 議員鄭文廷和學校校長 相當感謝熱心民眾 愛心捐贈 拋磚引玉 來關懷幫助弱勢學生 也鼓勵受幫助的孩子們 將來長大有能力的時候 能夠回饋社會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 江愛遠傳 每年澎湖老佛祖聖誕日 行天宮都會舉辦發明記住的活動 我們在這裡做求聖課 今年四十年 今年四十一年 跟我們的結成這樣做 請大家如果沒陷就來幫忙幫忙 來這裡的福祖 有來年很感謝 大家平安 大讚 慈善活動一半就超過四十年 安樂區區長 市長秘書 市議員情人辦公室主任 佳人呂里長 以及住在附近的市議員吳華佳 都親自到場支持加入慈善行列 因為我本身也是在地住在我們老佛祖的處旁 所以很多的居民還有低收入戶弱 長期都被協助 就非常感恩說 除了廟宇有信眾的信仰的支持之外 那也有很多善心人士 大家願意起來支持這樣的活動 同樣感謝喜天公的 還有當地家人禮里長王桂美 喜天公在我們家人禮 已經有五十年的禮宿了 每一年都有做這個求聖 這個艱苦人的活動 幫忙我們家人禮很多活動 是我們家人禮一個很好的宮廟 希望大家可以來喜天公參加 安樂區區長特別到場 感謝喜天公提供最接地氣的關懷 每年的農曆六月九號 是我們澎湖處老佛祖的聖誕千秋的日子 那每次我們都趁著這個時候 張修萌公主都會在這一次辦善行一舉的活動 那在此代表區公所代表感謝之意 那也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和慶均安 喜天公感謝所有聖心人士的幫忙與協助 今年還加碼物資散發暖暖的溫情 今年物資同樣都是委員 優心人士來給我們贊助 那也是跟我們一起交流 因為今年我有加碼 你們還沒散 現在也希望在爹生日會來領 不要嚴重祝 感謝大家身體的健康 祝福大眾一切平安 祝福大眾一切平安 就可以看到鐵路深澳坑直線 這裡就是民眾希望增設新火車站的地點 因此不少住戶 向基隆市議員员呂美玲 以及立委林佩祥反映 立委林佩祥特地邀請交通部 鐵道局市政府交通處和督發處 以及沙子里里長 和國營台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 現場會刊 但是初步發現鐵道的坡度不適合設站 由於中正區調和街的住戶越來越多 房屋建案也不斷增加 預估未來至少將有3000戶的民眾住在這裡 因此林佩祥希望鐵道局 再審慎評估更適合設站的地點 現在我們在這個中正區調和街 優惑台北村這附近 不管是現在已經有將近 我目前目測可能有將近1000戶的 新移過來的住民 還是未來跟我們美林議員講的一樣 可能會高達3000戶 那我在這邊看目前附近的土地 似乎還有可能再有新的建案 新的住民來去移居到我們中正區的可能性 所以我這邊跟美林議員 然後我們沙子里長一起說 我們來見請台鐵 看是不是在這附近多設一個車站 因為這附近2088是最主要的國道客運路線 但是2088如果從2088要直接到台北 不管是是否轉運站也好 台北市中心也好 似乎可能會不太夠 所以我會覺得說 為了是疏散未來這邊的人潮 不要讓所有人都開車到台北上班 那用鐵道用台鐵來去增設一個車站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今天我就跟著我們美林議員 一起來這邊辦個會看 尋求有沒有在這邊再開一個車站的可能性 我是希望說他們能夠做一個審慎評估 因為他們剛剛提出的客觀數據來講 我知道這個任務可能沒有那麼容易 只有給他六個月的時間來去做可惜性評估 但是我會要求這個可惜性評估 必須是完整的詳細的 針對我們這邊整個的交通報告 包括說他們的交通流量報告 包括他們目前對於這附近的區域報告 台鐵必須在這邊給我一個很詳細的說明 然後我們才可以依這一份說明 來去再做後續的辦理 市議員呂美林也希望在還沒有增設新的火車站前 希望可以增加其他客運經過這裡的班次 方便民眾對外交通 我們看到現在目前已經有將近快要1000戶的人住進來了 然後呢這些的建案又越來越多 所以呢未來可能會有3000戶左右在這裡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增設一個火車站 讓大家有可以多方向的選擇大眾運輸系統 那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有想到所謂技術跟坡度的問題的話 我們也希望國道客運這一方面 除了2088以外 或者他除了就是說因為目前就一班 未來8月開始增加兩班 是不是可以多增加幾班 或者是更多線的國運客道可以一起來 載運這些需要乘坐大眾運輸系統的住戶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不僅對住戶有幫助 對未來活絡這邊的觀光也是會有幫助的 立委林佩祥指出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 會請台鐵公司進行完整詳細的可行性評估 持續監督這項計畫的後續發展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整齊畫一的動作外加充沛的叫喊聲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位跟著大家一起跳廣場舞 充分感受到原住民長者的活力和精神 在基隆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主委林明毅 以及市政府民政處原民科科員等人陪同下 議長同志位除了和原民長輩大跳廣場舞之外 中午時間也陪同長者們一起共餐 關心餐點的菜色長者們吃得好不好 雖然賭信媽祖但是用餐前路盡隨俗 同志位誠心跟著大家先禱告上帝後再用餐 因此我們特別要將我們借著上帝給我們的愛愛 愛我們的議長 使祂能夠每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夠非常順利 在我們面對午餐之前 感謝上帝你所創造的萬物 一向非常關心原住民以及原住民長者生活的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位 特地造訪由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設置 和社區關懷據點功能一樣 位在七瀆區明德一路上的基隆市七瀆區文化健康站 了解原住民長者在這裡參加活動以及共餐的情況 雖然這裡有四層樓 但是長者們實際可以活動的空間只有一樓 因為有年紀了要走樓梯爬上二樓都不方便 我們非常希望能夠找到一個稍微大一點的空間 在這段期間自從我們從百步設計簽到這裡以後 不論是議長 議座還有我們的科長非常關心我們 因為他們看到我們在做運動的時候 沒辦法完全的伸展 因為來這裡其實就是要做運動 因為你做運動場那個是他們身體強健 體部會更好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我們議長也還關心 這是我們最值得慶幸跟安慰的地方 因為可見我們的議長長期以來 都在關心我們這個穩健站的設備 設施跟長者的健康等等 所以我們僅代表我們的穩健站 向我們議長還有相關同工同仁 向他們說聲謝謝 就是跟長輩們一起跳了廣場舞之後 感受到文化健康站的空間上 確實不太好規劃利用 因此同姿位也承諾大家 會協助來爭取規定上更大更適合的公共公用空間 設置七土區文化健康站 讓更多原民長者都可以來使用 延環老化健康老化 所以我們急需要讓我們的老人環境 可以有更好更舒適的 在地安老的一個生活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文化站 看到我們的長輩 其實非常的這個健康 開心的跳舞上課 其實我非常謝謝原住民的相關單位 來照顧我們原住民朋友 我們基隆有將近一萬的原住民 那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當然發現我們的空間場域的不足 剛剛看到那個阿伯跳舞 這麼用力這麼有活力 其實大家很開心在這邊 只是我們空間不夠 所以我們可以容納人數太少 所以我們想 其實急著來幫大家來媒合 看看有沒有公有的閒置機關 可以讓更多的原住民長輩可以參與 每一個族群都是我們政府要照顧的 所以長輩 不管是原住民 還是平地的原住民 三地的原住民 我們都希望跟陳明健議員 好好的來一起努力 讓我們基隆在地的這個長輩們 找到更好的生活空間 我想走出來非常重要 其實長輩需要的更多的是陪伴 所以我們有這個機會 有時間 我想來陪陪大家吃吃飯 我想聊聊天 也可以體會大家的 這個一些心情什麼的 我想會讓大家更開心 生活得更好 基隆市已經進入超高齡化社會 預估全市65歲以上 銀法長者 在年底前 將佔全市人口數的 百分之二十一 而法令規定 原住民滿55歲 就具備銀法長者的資格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如果他是真的跟你借錢投資的話 我跟你非清 就像我跟你一樣 我非清非故的 為什麼我自己能賺錢 需要跟你借這35萬來賺錢 沒有沒有 七十多歲老翁來到銀行櫃台 準備轉帳35萬給遠房親戚投資 行員相當機警 通知警方到場 那我必須老實跟你講 這個帳戶沒多久他就要被鎖 對 金融警方統計 今年一到六月份 假投資真詐騙 是警方受領案件中 佔最大比例的手法 其中透過交友軟體 或者在網路上 鼓吹被害人投資賺錢 再利用話術 讓被害人掏錢投資 那詐騙集團往往透過網路 或者是交友的軟體 主動認識這個被害人 那假借投資股票 虛擬貨幣等各種名義 吸引民眾加入這個LINE投資群組 那初期會讓民眾小額獲利 引誘民眾加入投資網站 或者是下載APP 投入了大量的資金 那後續再以投注量不足 IP異常等方式拒絕出金 那民眾發現帳號 遭凍結或是網站關閉時 才驚覺被詐騙了 警方說投資詐騙 還有另一種利用投資人的情感弱點 利用通訊軟體 先續航問暖 甚至最後變成愛情詐騙 讓被害人血本無歸 投資詐欺 往往也會結合愛情詐欺的手法 那包含利用這個假身份 那常常是謊稱 他可能是金融界的高階經理 科技新貴醫生 或者是外國軍人等等 用高收入的行業 伴隨外國的工作 來取得民眾的好感 那首先以網路交友聊天談心 然後再來以教學如何投資 或來台定居為理由 來誘騙民眾來做個匯款 等到民眾匯賂金錢以後 往往這些人就會人間蒸發 完全聯絡不上 詐騙猖獗手法也是層出不窮 警方提醒相較於其他族群 年長者更容易遭到詐騙 提醒民眾網路上交友 要保持冷靜 必要時要進行查證 強化和社會的連結 別讓財富白白損失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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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证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酒驾零用热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